最近印度政府打劫小米48亿的事儿 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但实际上从去年开始 印度就对中国手机厂商进行了轮番审查 光是vivo印度分公司 就被查封了100多个关联银行账户 涉及金额高达5000万美元 后来在新德里高登法院的要求下才得以解冻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印度为啥专坑中国企业呢 说专坑中国企业确实有点冤枉了印度 要知道三哥建国70多年 坑过的外企不尽其数 从制造业到消费品再到军工原材料 几乎没有跨国公司 能够在三哥的地盘上尝到什么甜头 咱们举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991年可口可乐进入印度 之后就官司不断 先是因为在河边的石头上拍广告被处罚 后来又因为用水太多 以及污染农田成为被杠 更离谱的是 印度政府曾以安全问题被邮 要求可口可乐公布配方 如果不答应 那就要支付巨额的罚款 2017年 印度与日本签了个铁路合同 计划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 把艾哈迈达巴德与孟买连接起来 总造价高达200多亿美元 等到日本人PDRPDR跑过去 开工时才发现 印度法律中明文规定 要想修铁路 必须经过80%以上土地持有者同意 而印度政府的办事效率又非常让人无语 结果工期一再推迟 如今也才完成了工程量的四分之一 除此之外 像美国的亚马逊 IBM 芬兰登诺基亚 英国的达国峰凯特能源等等国际大厂 几乎都领教过印度的高额罚款 从2014年到2022年这8年的时间里 跨国公司一共关闭了近3000家印度子公司 而印度外企的数量大概也有12000家 等于是每四个外企中就有一个放弃了印度市场 在打劫外企方面 印度实际上一直非常公平 它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 在制度保障方面 印度政府所提倡的是 印度赚钱印度化 一分别想带回家 比如这次小米事件 按照印度当局给出的理由 小米以支付专利服务费的名义 把钱从印度转移了出去 等于是小米故意降低了印度市场的利润 从而达到少交税的目的 从小米的答复上去看 这笔钱的80%是用来支付高通专利费的 因为设计商业机密 所以并没有向转账银行出示签约合同 咱们不去纠结小米的这笔钱到底花在那 实际上企业通过离岸银行把钱转移到海外 一直都是个不能说的秘密 印度专挑中国手艺厂商来查 不能说是别有用心 只能说背后还藏着一个底层逻辑 早在2014年 莫迪就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 为了忽悠外部投资 印度政府甚至把牛粪当成药材算在GDP里 一口气搞出个连续7%的高增长 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外企跑到印度建厂 等到真金白银砸进去才发现是个坑 因为当时印度的基建水平还停留在英属时期 平时135停电 偶尔R46停水 工厂用电标配就是个烧柴油的发电机 一不小心就要停工停产 另外印度人口虽多 但三分之一是文盲 一半以上也就混了个小编文凭 所以大部分人在工厂里连个说明书都看不懂 生产效率完全和国内没法比 更奇葩的是 虽然印度社会不把地种性当人看 但劳动法却出奇的完善 印度人不仅懒散 而且动不动就罢工 搞得人力成本一点也不低 这让第一波跑到印度投资的中国老板 感觉日了狗 后来莫迪也不怎么提印度制造了 2015年直接换了个码尖改口宣传数字印度 因为在他们看来 印度在软件服务上比中国起步倒 硅谷里有很多高层都是印度裔 所以印度的数字产业不应该落后于中国 只不过打脸来得很快 根据数据显示 2020年印度的30家独角兽互联网企业中 有18家是中国大厂投资的 下载次数最多的10款软件中 有6款来自中国 4款来自美国 所以在特朗普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同时 莫迪政府也流氓了一把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禁止了170多款的中国APP 随后大量的印版山站APP 就填补了中国企业留下来的市场空白 美国的服务厂商也顺势涌入印度市场 读懂了这个逻辑 也就不难理解 印度政府为什么要打压中国的手机企业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 2023年一季度 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三星 苹果约占6% 而中国的Vivo Xiaomi Realme和OPPO加在一起 接近了64% 印度的本土品牌 四折五入 约等于零 要知道 10年前 也就是中国品牌还没有进入印度市场的时候 三哥的本土企业几乎占了一半的手机市场份额 如今 却被打的只剩下1.23% 你让印度政府的脸往哪搁 这就是个负反馈 因为企业生产成本与产品销量成反比 一旦市场占有率下降 那企业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同样是一款新手机 中国品牌的销量可以破千万 而印度厂商的目标却只能瞄准百万级 印度企业在规模成本上已经被完爆 用哪来的资金去升级技术 提升制造工艺呢 所以印度制造在面对中国产品时 更多的是心塞和无奈 除了利用非常规手段打压中国厂商 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2019年 由于印军在边境上吃了亏 印度国内就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 当时印度手机厂商也想借此机会 扩大一件市场占有率 结果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还是被自己人打脸 要知道老百姓都是拿脚投票 不会因为喊了几句口号就为勤快买单 中国产品兼具质量和价格优势 印度人也很难切割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特别是低端廉价的手机市场 最近两年 印度的智能手机渗透率超过50% 市场已经到了零界点 新用户的增速再下降 本独品牌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困难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政府开始频繁针对中国手机厂商 仅在去年 小米又遭到了多项税务调查 不仅补交了8800万美元的进口税 还被印度执法局查扣了7.25亿美金的现金 而Vivo的100多个关联银行账户被查封 涉及金额高达5000万美元 OPPO也同样被指控逃税 涉及金额数十亿人民币 显然 印度政府并没打算就责授手 今年更是依法打劫了小米48亿人民币 差不多是其去年净利润的57% 更骚的是 印度的电子和通讯技术部 要求小米OPPO等中国首席厂商 任命印度人担任行政总裁 首席运营官 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务 并要求与印度企业合作在本地生产零部件 扩大本地经销商的出口份额 要知道 中国企业在当地 本来就招聘了不少印度员工 如果生产代工和管理港再让给印度人 那企业基本上就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了 如果审查罚款还只是打压中国品牌 那后面的全方位安插印度高管 就是在变相收购中国企业 印度政府的操作不可谓不骚 从印度打压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 你会发现在产业竞争的角度上 中国和印度是个百分百的对手 双方都在抢夺低端消费市场 印度产品在市场公平的竞争体系下 完全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印度敢于打压中国企业 也是因为咱们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 没什么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印度人完全可以在不考虑 老百姓消费体验的情况下 煽载出一个架高制操的可地带产品 唯一的难点就是 怎么把中国制造踢出印度市场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咱们为什么不能反制印度呢 我查一下资料 还真没什么反制的办法 2022年 中印贸易创下了1359.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达到了1185亿美元 同比增长21.7% 进口则下滑到了174.8亿美元 同比减少了37.9% 中印贸易逆差超过了1000亿美元 另外 印度企业在华的投资额很低 印象里除了路虎捷豹 也很难找出什么像样的印度品牌 这又让咱们在反制方面非常被动 因为很少有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两边互相伤害的打击程度 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印度政府也是吃准的这一点 你不喜欢它又干不掉它 最终只能被恶心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印度这么坑 那为什么中国企业 还要硬着头皮往上冲呢 主要原因其实就两个 一是因为国内市场基本饱和 行业竞争过于惨烈 如果不进入国际市场 那很多企业在国内也会活不下去 二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资本的力量也会推着企业走向国际化 因为资本的要求是增长 没有增长的企业 也就没有投资价值 咱们就拿手机来说 早在2019年 中国市场的智能手机渗透率 就已经达到了96% 增长空间几乎等于零 再加上最近几年 大家换机的周期在拉长 中国市场的出货量 是个逐年下降的趋势 2022年甚至减少了22.6% 而印度这几年的发展势都很猛 虽然它的问题也是一大堆 但有钱人越来越多也是事实 更何况如今它的手机汽车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消费市场 这是小米 OPPO这些企业 不能假装看不见的 另外 在全球的主要市场里 除了中国就只有欧美 日韩 印度和东南亚 如果只让企业选一个 那最有价值的就是印度 首先 印度人口已经超越中国 青年劳动力接近5亿 工人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消费市场足够大 同时人力生产成本也比较低 所以中国企业跑到印度建厂 符合资本的审美要求 劳动密集兴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市场转移 也是趋势 这一点很难改变 其次 印度的老百姓不像咱们 人家没医疗 房贷压力 社会的消费热情也比较高 这倒不是说印度的福利政策好 主要是印度人生死看淡 大个窝捧就是家 可以把收入的59%都拿出去消费 而咱们只有39% 论可支配收入的消费比例 中国老百姓远不如印度 这也是国际上普遍看好印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中国拥有优势的产品正好符合印度的市场需求 比如德国的机床好 但印度并没有生产高精尖产品的条件 即便生产出来也没有消费支撑 于是第二档位的中国机床 便成了印度工厂的首选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截至到2022年底 中国企业在印度注册的公司数量 已经超过了6000家 投资总额超千亿 除了微博小米这样的手机厂商 很多建材企业也进入到印度办厂 只不过中国老板都有个习惯 那就是闷身发大财 大家都是单乡匹马各干各的 从来没有抱团的习惯 所以印度人在针对中国企业的时候 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总的来说中国企业跑到印度建厂 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是 你想着印度市场里的钱 而印度这个坑逼 却想的是你的身体 在这种极限打压的面前 什么市场规则和经济手段 都已经失效 如果这时候还去研究 什么市场规模 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链关系 基本就是耗子给猫登三赔 挣钱不要命了 事实证明 印度就是外企的火葬场 如果没有拿捏它的筹码 很容易被它拿捏 这种技术换市场的传统套路 放在印度身上 似乎并不好使 对于那些被打压的中国企业 未来的头脑大事 不是怎么去赚印度人的钱 而是怎么安全的把钱带回来 至于接下来 印度政府还有什么骚操作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